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几天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去世了 有许多小伙伴给我发来私信问 杂交水稻到底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过程 以此纪念袁隆平先生 以及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科学家们 袁隆平先生是在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开始研究杂交水稻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那个时代的时代背景 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科学界受苏联的影响非常大 苏联的生物学因为有一个人的原因 所以造成了落后于西方两代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前苏联有一个很著名的农作物培育专家 名字叫做米丘林 米丘林他特别喜欢进行嫁接 就是把一个作物嫁接到另外一个作物上 然后获得了一个新的作物 对吧 做了很多很多种的水果 他特别喜欢嫁接 那么他发现在嫁接的过程中 生物的某一些特点是可以实现遗传的 是吧 你把一个生物嫁接到另外一个生物上 它最后长的瓜是不一样的 于是他就说 孟德尔的这一套理论好像是有点问题 不过米丘林并没有完全的反对孟德尔的学说 不过当米丘林去世了之后 有一个新的生物学家 名字叫做李森科 李森科自称是米丘林的这个一波传承人 他特别支持一种遗传学说 名字叫做获得性遗传 其实获得性遗传不是一个新玩意儿 一百多年以前 就是李森科之前一百年 1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是吧 获得性遗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长颈鹿 它整天就够高处的树叶 它脖子就越练越长 那它的下一代脖子就会更长一点 是吧 有点用进非退那么个意思 那么李森科就支持这种观点 他还把这种观点叫成是米丘林主义 但实际上后人都管它叫李森科主义 李森科在这个开大会的时候就讲说 这个我们的新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 是进步的 是唯物的 是吧 那那个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那些理论 是反动的 是资本主义的 是唯新的 是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这么一个例子 当然也有很多生物学家反对李森科 说你说的不对 比如说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把这个老鼠的尾巴切了 那么这个老鼠在交配 生的小老鼠应该没有尾巴 对不对 但实际上有科学家做过这个实验 连续切老鼠尾巴 切了21代 结果这个老鼠生下来还是带尾巴的 对吧 所以获得性遗传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犹太人 他每个小孩生下来要实行割礼 对不对 但是这个小孩生了这么一千多年 你发现那个小孩的包皮还是存在的 对吧 没有因为每一代都进行割礼 而下一代就没有包皮了 是吧 所以这个获得性遗传其实不太对 不过因为李森科把它政治化了 获得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支持 所以谁敢反对李森科就把谁抓起来 是吧 当时就是抓起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苏联生物学家 以一己之力把苏联的生物学拖后了两代 然后中国当时也受苏联影响 所以也有很多人去学这个 米丘林和李森科的这些理论 包括袁隆平在内 早年的时候都是学李森科和米丘林的理论的 所以搞了半天什么也搞不出来 那么在苏联之外 西方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西方我们之前上一节课就讲过 说孟德尔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 他就已经通过种豌豆的这个实验 明白了说生物的遗传是靠这个遗传因子 后来给它起了名字叫基因 再往后美国的科学家摩尔根 又通过果蝇的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这个基因它是在染色体上 所以根据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 人们已经了解了说基因还有染色体 然后很快人们又发现了DNA 以及它的双头旋结构 所以生物学已经进入了分子的时代 然后根据这个理论 在1926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生物学家名字叫做琼斯 这个琼斯他就提出了一套理论 他说水稻这种作物它是具有杂交优势的 他提出了水稻的杂交优势 什么叫杂交优势呢 根据孟德尔和摩尔根的理论 这个基因是成对出现的 控制一个性状的基因是成对的 这成对的基因里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 只要有一个基因是显性的 它就是显性性状 如果两个基因都是隐性 就隐性性状 而且一般来讲 显性性状是优于隐性性状的 那很多生物它的性状上看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实际上还有隐性的不良基因 如果近亲繁殖的话 这个隐性基因就可能会表现出来 但如果你是杂交的 这样一来这个隐性基因会逐渐被淘汰掉 于是生物就会变得比较优秀 他说不光是动物是这个样子 那水稻它也有杂交优势 那于是人们就想说怎么把这个水稻进行杂交呢 水稻的特点它是个自交作物 就是它每一朵花上面既有雄蕊又有雌蕊 它雄蕊上的花粉就落到自己花的雌蕊上 所以它就自交产生后代了 你要想让它杂交也很简单 你就把那个雄蕊给去掉 它没开花的时候 你把它那个雄蕊给去掉就行了 但问题是那个水稻的花特别特别小 而且一朵花就结一粒种子 你说你要想种水稻 然后一朵一朵去捡雄蕊 那不累死了吗 所以人们就想 我能不能找到一种这样的水稻 它只有雌蕊 没有雄蕊 所以它不能给自己受粉 那就可以让别人的雄蕊给它受粉 这不就实践了杂交吗 这种现象我就称之为天然雄性不育 就是我要在自然界中找到一个水稻 这个水稻它天生就没有雄蕊 然后我用别的水稻的雄蕊给它雌蕊受粉 它就杂交了 对吧 实际上这件事在1917年的时候 就由日本的科学家发现了 然后到了1947年的时候 有一个科学家 名字叫希尔斯 这个希尔斯他就提出了一套理论 他说我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雄性不育的这个现象 称之为三行学说 他说雄性不育分三种 第一种叫做这个细胞质不育 第二种叫细胞核不育 第三种叫做核质相互作用不育 咱们就以第三种为例 说什么叫核质相互作用呢 就说这个一个生殖细胞它有一个细胞核 细胞核是由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构成的 是吧 然后核起来变成瘦精卵了 细胞核的基因有两种 第一种叫小R小R 就两个隐性基因 它表示的是不育的 不育的意思是它的雌蕊发育正常 它可以产生卵子 但是这种花它不产生精子 也就是没有花粉 是吧 这叫做雄性不育 还有就是大R大R 如果这个核它的基因型是大R大R的话 那它就是可育的 好 就是核有不育的核 也有可育的核 它是由它的基因型决定的 还有就是细胞质 细胞质 就是这个瘦精卵它有细胞质 这个细胞质它也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S型 S型就是不育的 还有就是N型 N型就是可育的 它提出这么一套理论 它说那么什么样的水道 它是真正不育的呢 很简单 就是你细胞核的基因也是不育的 细胞质的类型也是不育的 你这两个都不育 你最后就不育 只要细胞核和细胞质 有一个是可育的 这玩意儿它就是可育的 好 它就提出了这么一套理论 那么通过这一套理论 我们就可以实现水道的杂交了 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水道 这个水道它的细胞核类型是RR 而它的细胞质类型是S 大家看这个是可育的还是不可育的 细胞核是不育的 但细胞质也是不育的 它就是不育的 对吧 这种就是天然不育的 那么对于这种天然不育的这个水道 我们可以取它的卵子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虽然是雄性不育 但是它这个卵子或者说它的这个磁蕊是发育正常的 就是没有雄蕊而已 好 它是不育的 然后我让它和一个水道杂交 这个水道合的类型是RR 而质的类型是N 这个可不可育 合的类型是不育 质的类型是可育 我们说过只有两个都不育才不育 它有一个可育 所以这个是可育的 也就是可以产生花粉 可以产生花粉 我就让你提供花粉或者说提供精子 对吧 它们两个一杂交会有什么结果呢 它们两个一杂交之后 大家注意 合会有两个配子形成 那两个配子全都是R 所以中间这个合应该是RR 是吧 细胞质呢 细胞质是由卵子提供的 所以细胞质跟它一样是S 好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可不可育 这里边是两个小R分是一个S 所以它是不育的 于是我们就说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对这个不育的水道进行受粉 然后产生的后代依然是不育的 我就实现了不育的保持 对不对 你只要找到一株不育的 我通过这种方法 我就可以结出成千上万粒不育的种子 对不对 这个不育的种子种到地下之后长出来 跟你原来这个不育的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想 假如说我们换一种做法 如果我们左边RRRS这个不变 依然是一个不育的 而且是卵 我让它去和谁进行杂交呢 我让它和一个合的类型是RRR 而这个外界的质的类型是N或者S都可以 然后我进行杂交会有什么结果 咱们看 因为形成配子的时候 左边的合只能形成一个R的配子 右边的合形成一个R的配子 再一结合配子类型是RRR 然后外面的这个细胞质由谁决定 我们说 由卵子决定 对吧 所以是S 那么这个是可育还是不可育的 它里边的这个大R小R含有一个可育的基因 含有可育基因 你就是可育的 所以这样就可育了 这就形成了什么呢 就是说我通过这种方法 我可以用另外一种这个水稻 给你这个原来这个不育水稻进行受粉 那我要是用这种水稻进行受粉的话 你的这个生出来的果实它是可育的 也就是你把它要是种到地里边 它自己是能受粉的 它自己是可以结籽的 而上面的这个是不行的 上面这个必须得别人给它结籽 因为它没有花粉 但底下这个它自己是可以产生花粉 也可以产生卵子 所以它是自己可育的 那这个东西它里边的大R小R就是杂合子 或者说是一种杂交的情况 它就会体现出杂交优势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杂交水稻 对吧 就是你只要给我找到了一个天然的不育类型 我通过这样的一套理论 最后我就可以做出一个杂合子来 这个杂合子它具有杂交优势 同时它是可育的 就是你把它种下去之后它是可以结籽的 不像上面 上面这个它是不能结籽的 你必须要用拿其他的这个水稻 给它受粉才能结籽 但是这个它自己就可以结籽 对吧 这不就是杂交水稻的一个流程吗 所以在40年代的时候 希尔斯的这个理论 就已经为这个杂交水稻指明了方向了 按照这个理论 有一些西方的科学家也做了相应的实验 比如说在1963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名字叫毕彻 他就已经做出来了这个杂交水稻 后来还得了96年的这个世界粮食奖 那么在1968年的时候 1968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位科学家 名字叫辛承常友 辛承常友 这个辛承常友它第一个实现了三系配套 什么叫三系配套呢 就是你先用一个不育的这个水稻 然后和一个可育的水稻产生一个不育的水稻 然后再用这个不育的水稻和可育的水稻产生可育的水稻 整个这一套就称之为三系配套 它就已经实现了三系配套了 但为什么我们说袁隆平才是这个杂交水稻之父呢 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东西最后都没有实现杂交优势 就是杂交做出来了 但是没有优势 就是结的这个籽它不够大 它不够重 亩产比原来不杂交还少 那你说我们杂交它干什么呢 费了半斤劲 是吧 所以虽然说他们第一个实现了这些功能 但是却没有实现杂交优势 真正实现杂交优势的是中国人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 中国人是怎么样发明出杂交水稻的 中国人的探索 那么中国人探索杂交水稻 咱们当然应该从袁隆平说起 袁隆平的父亲是一个铁道部的官员 在抗战的时候还给宋哲元的部队送过500把大刀 后来北平线落 父亲就带着他们全家 往南边跑 跑到了重庆 他妈妈也是受教育程度非常高 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所以袁隆平后来在会议上可以说英语 都是他妈妈教给他的 这据说袁隆平在逃难的过程中 有一次从船上掉到江里边差点没淹死 所以他就立志要学好游泳 后来游泳游的真的是非常好 在湖北省游泳比赛得到第二名 后来到四川成都参加这个全国的比赛 前三名都被招到国家队里边去了 他那天贪吃成都的小吃结果得了个第四名 就没有被招到国家队里边去 那袁隆平后来学了农学 毕业了之后来到了湖南的这个安江农校 在这个农校里边 他就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提高这个粮食的产量 最开始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也是苏联这一套 想通过嫁接的方法把这些食物产量提高 他后来做来做去都失败了 于是他突然想到 可能还是孟德尔和摩尔根说的是对的 所以他就想看这些孟德尔和摩尔根的著作 但是那个时代因为中国受苏联影响比较大 所以他不敢直接看外边包一层人民日报 把别人一来他就把人民日报拿起来 是吧 如果要是别人走了 他就把人民日报放下去看里边这个孟德尔 到了1959到1962年的时候 中国出现了这个粮食危机 饿死了不少人 所以袁隆平就立志说我们一定要提高粮食的产量 尤其是水稻的产量 那这件事情的开端是在1961年 在1961年的时候 这个袁隆平在田间行走 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水稻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鹤丽鸡群 大家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这个水稻它特别特别的壮 然后这个粒特别大 而且很饱满 然后袁隆平就算 说如果你要是都长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种到田里边一亩地 恨不得得打1000斤粮食 对吧 那现在一亩地才打500斤粮食 我们如果要是把所有的水稻都像这个样子 那该有多好 于是袁隆平赶紧就把这个水稻给收了 到了这个播种的时候 把这个水稻一点一点的种好 恨不得天天去看 最后的结果这个鹤丽鸡群的后代 可不是跟他父辈长得一样 这鹤丽鸡群的后代长得一个个都外瓜裂藻的 是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水稻它是一个自花兽粉的作物 所以说按理说 它的下一代和上一代应该是性状一模一样的 它为什么会出现性状分离呢 他突然想到在这个孟德尔的理论里边 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豌豆进行杂交的话 子一代的性状都是一样的 子二代就开始发生性状分离了 这就是因为基因决定的 对吧 袁隆平突然明白了 原来你这个鹤丽鸡群这一株 它肯定是一个杂盒子 简称是杂种 对不对 它一定是一个天然的杂交道 天然杂交道 你因为是天然杂交道 你有这个杂交优势 所以看起来就鹤丽鸡群 但是你自交之后的下一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 所以就是高高爱 胖胖瘦瘦什么都有 对不对 那出现了天然杂交道说明什么 说明这一片稻田里边肯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 这于是袁隆平就开始在自己的稻田里边去找 他在1964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 和他的这个妻子 名字叫做邓哲 以及他的一个学生 名字叫做潘丽生 他们三个人就去寻找 在这个稻田里边去找 找那个什么呢 雄性不育的 就是那个雄蕊发育有问题的那个植株 把他拿回来怎么样 做这一套的理论 对不对 做希尔斯的这一套理论去进行培养 终于在1964年的7月5号的时候 由这个邓哲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 他紧跟着接着找 检查了十几万株作物 最后终于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的 六株雄性不育 就是没有雄蕊 他不会给自己授粉 需要别人给他进行授粉 才能传宗接代 到了1966年 1966年这个袁隆平就把自己的这些观点写成了一本 写成了一个这个文章 名字叫做水稻的雄性不育性 水稻的雄性不育性 这个文章也不长 就介绍了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最后就发表了 但是他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毛主席对于农业工作提出了八字原则 八字宪法 什么叫八字宪法呢 其实就是抓好农业工作的八个要点 是吧 要关注这八个方面 结果这个袁隆平看了之后觉得说毛主席少说了一条 少说了一条什么呢 就是食 就是不为农食 你不能早种地 也不能晚种地 你必须赶上农食才能种地 给毛主席添了这么一个字 1966年的时候 中国马上就要开始史无前例的大破坏运动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运动的前夕 有这种革命小组 就下派到他们的这个安江农校里边去检查 说我们一定要抓出这个牛鬼蛇神 我们需要抓八个 是吧 还少几个人 怎么办呢 有人就说了 我们应该抓袁隆平 为什么呢 因为袁隆平既然修改毛主席所提出的八字宪法 这就叫现行反革命 对吧 另外他还看这个孟德尔和穆尔根的这种反动学术理论 所以不抓他抓谁 于是大字报就贴出来了 就是打倒现行反革命 袁隆平 有一次袁隆平看到一个标语 说要砸烂现行反革命的弹灯过罐 这一下子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雄性不欲的道子 就都是保存在一些个罐子里边 是吧 放在他们家 放在前前后后的 结果有了这个标语之后 胡佳一看 果然他的所有的这些罐子全都被砸了 那苗都没了 是吧 所以他非常痛心 你说我们搞了三年的这个杂交水调的试验 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有两个学生来了 这两个学生后来也成为了杂交水调专家 一个名字叫李璧虎 李璧虎 还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尹华齐 这两个人就来找这个袁隆平了 就跟他说 在这些这个革命派把盘腾沟瓦砸烂之前 他们俩偷偷藏起来三罐 是吧 放在一个臭水沟旁边 这袁隆平高兴坏了 是吧 天天趁人不注意 跑到臭水沟旁边去观察这三罐稻子 后来有一天这个革命小组的人就来找袁隆平 袁隆平来到组长面前问什么事 这组长就说 袁隆平啊 你可以把你臭水沟旁边的罐子拿回来了 这一句话给袁隆平吓得昏飞魄散 觉得这几罐子也保不住了 但是后来这个组长跟他说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光明正大地重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他当时发表这篇文章 《水稻的雄性不欲性》 被这个科工局的一些领导看到了 然后科工局的领导就请示了 当时科工局的书记是谁呢 就是聂荣臻 然后聂荣臻看了之后 觉得这个杂交水稻这个试验很有必要搞下去 于是就给这个湖南省委发了文 说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学道杂交育种 湖南这个科委又紧跟着就下了个文 说要这个保护袁隆平 所以这个科委会的组长 才赶紧把袁隆平又给请回来了 但是这个事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 到了这个1968年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叫518毁和案 就是当时还是处于运动过程中 然后有些人看袁隆平不高兴 于是趁袁隆平不在的时候 把他这个田里边的所有的麦子都给拔了 然后还给踩了几脚 叫518毁和案 后来袁隆平去报案 那也没有抓住这个到底是谁干的 就这么一件事 有些人一辈子都成不了伟大的人 但是他们就特别热衷于毁掉一个伟大的人 甚至有人说这个事就是袁隆平自己干的 因为他干了好几年 拿了国家每个月18块钱 结果还什么都搞不出来的就是个骗子 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 于是就把所有的苗都给拔了 是吧 让别人说不出什么了 袁隆平百口莫辩 看到旁边有一口井扑通就跳进去了 别人以为袁隆平畏罪自杀 后来又能跑出来了说 我没有自杀 我看到那个井底下还有几株荷苗 我赶紧把它给捞起来了 是吧 结果后来一看这几株荷苗还活着 就又留下了5个种子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袁隆平的工作是一次一次被打断 但是他依然坚持下来 那么到了这个1970年的时候 1970年的时候在湖南的常德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关于杂脚水道的常德会议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袁隆平并请去发言 而当时会议的主示者是谁呢 是华国锋 在运动的过程中 中国只有两项科研的项目没有停下来 那一个就是这个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杂脚水道 是吧 华国锋非常支持杂脚水道的研究 而且就希望这个袁隆平能把这件事情干下去 是吧 而且这个华国锋还提出说我们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干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让全国一起来研究这个杂脚水道 所以到那个时候开始 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开始关注这个袁隆平的工作 并且从袁隆平这里获得一些基础的支持 那么在这段时间袁隆平就提出了三系配套的设想 什么叫三系配套呢 袁隆平说如果我们想实现水道的杂脚优势 它必要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就叫做不遇系 我们必须要在自然界中找到天然不遇的 雄性不遇的 只有磁蕊发育正常的这样的水道秧苗 利用这种秧苗来进行这种杂交的实验 这叫不遇系 第二个叫做保持系 我们要用另外的一个水道 跟这个不遇的水道进行杂交 杂交完了之后还是不遇系 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当时谢尔斯说的这个理论 不遇系加上可遇系最后还是不遇系 是吧 这样我就可以保持它的不遇特点 得到更多的这个不遇系 但是这还不够 你还需要最终把种子交给农民 农民种田的时候只能是采用自交的这种方式 就是水道自己给自己授粉 所以最终还得有一个叫做恢复系 这个恢复系和这个不遇系进行杂交 得到的这个水道是可遇的 然后农民就可以种到地里边当种子了 就可以结出这个杂交水道了 就这么三个步骤 是吧 那么袁隆平提出的这三个步骤就去找吧 本来它已经有了这个天然的不遇系 对吧 然后就希望能够做一个保持系 结果无论怎么去尝试 尝试了很多很多次 结果发现产出这个种子 有的是不遇的 有的是可遇的 就是没有做到百分百保持 是吧 怎么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这袁隆平经过长期的思索 他觉得因为这个不遇的原因 是因为核质的作用 如果说你拿的这个稻子 都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话 它的影响比较小 它就没有办法做到保持系 所以我们得从野生稻子里边去遇种 于是就准备去找野生稻子 那在哪找呢 在云南找 在海南找 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70年的11月23号 在这一天袁隆平被招到北京去开会去了 然后他的学生李碧胡 他是在这个海南 在海南跟着一个技术园 名字叫冯克山 他们两个人到一处野稻田里边去 寻找那个雄性不遇系 结果李碧胡突然发现 有一株稻子野生稻 它好像就是雄性不遇的 赶紧就拍电报给袁隆平 袁隆平听到这个消息 赶紧就回来了 确认这一株的确是一个野生的不遇系 于是给他写了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野败 野败 我们得记住这个名字 因为现在的杂交水稻 基本上都是野败的后代 都是野败的后代 找到了这一株野败 然后袁隆平就用这株野败去进行培养 产生了很多的种子 然后召集全国各地的这个育种专家们来开会 把这个野败产生的后代分给他们一些 让大家一起来进行育种 去寻找这个保持系和恢复系 是吧 最早做出成果的是在1972年 江西农业局有一位技术人员 名字叫延隆安 现在也是院士 延隆安拿到了这个野败的种子之后 跟自己的这些稻田进行杂交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 可以使这个不遇性传递下去的 叫做保持系 这个保持系被它命名为真善97A 这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保持系 然后就等待恢复系了 用一种另外的道子 那给这个不遇系进行这个受费 然后这个不遇系发育成一个可遇的系 就叫恢复系 对不对 恢复系的找到是在1973年的时候 1973年广西农学院有一个叫张仙诚的技术人员 这个张仙诚他就发现了这个恢复系 它是从这个马来西亚那边找到了一个恢复系的 这个恢复系被命名为Ir24 这种恢复系可以使大多数的不遇种子 产生可遇的后代 至此中国人就实现了这个三系配道的法则 可以实现杂交道了 但就跟这个当年1968年的时候 这个新常有做的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这个稻子最后产生出来之后 这个稻子总量没有增加 反而是草越来越多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真正的最后完成的实用性的是在1980年 在三明农科所有一位技术人员 名字叫谢华安 谢华安现在也是院士 是吧 他做出一种强恢复系 便命名为明辉63a 所谓恢复系就是你用明辉63a 跟这个不遇的种子进行杂交 最后产生的种子是可遇的 这个可遇的种子既是杂合的又是可遇的 你把它卖给农民 然后让农民种到地里 它就会长出比较壮硕的壮家了 就是这么个东西 是吧 然后人们又用这个真善97a 和这个明辉63a 把他俩配套加起来 就形成了后来一直在中国大面积使用的杂交道 名字叫做善优63 善优63这个杂交道在1986年开始推广 一直到2001年 一直都是中国水稻面积第一大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水稻的品种 相比于普通的水稻 水稻它增产大概在20%以上 是吧 这一种非常优秀的水稻 不过这种三系配套法 只是袁隆平认为的第一步 袁隆平认为还应该有第二步和第三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叫做 写到这儿了 叫做二系法 三系法比较复杂 你首先得有个不遇系 然后你得有一个这个保持系 还得有一个恢复系 二系法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以把保持系和恢复系合二为一 这件事做出突破的是在1973年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在仙桃市的一位技术人员 名字叫石明松 他最早做出来了 当天他从袁隆平那里拿了一些野败的种子 回去进行研究 结果经过研究之后 他发现他自己做出了一种新的稻子 这种新的稻子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在这个长日照 长日照 而且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结果它就是可遇的 如果你出于这样的环境的话 种子就是可遇的 如果你是短日照 短日照 而且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又转换成后代是不遇的了 是吧 所以你就可以让它进行这个控制 你控制它的日照和这个温度 如果它是长日照 而且在高温的环境下 比如夏天的时候种的 那它后来就可遇 可遇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种子卖给农民 对吧 那如果说你要是在秋天的时候种 它日照短 而且温度比较低 它后代就是不遇的 它的不遇后代 你可以拿过来培育下一代的种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 就比以前的那种方法省了一代 而且这种二系法 比刚才这个三系配道还要再增产5%到10% 是吧 那么这个二系法的水稻 被认为是继三系法的水稻之后 又一个重大的进步 在2013年的时候 他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特等奖 那么在颁奖的时候 袁隆平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而石铭松就排在第二位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88年的时候 石铭松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 住在招待所里边 招待所的热水器漏电 结果他就触电身亡了 触电身亡之后 他们家里生活条件非常不好 他的这个医装还瘫痪在床 很遗憾 现在中国的杂交水稻的面积 已经占了总共水稻面积的一半以上 累计的增产有8.5亿吨 多养活了7000万人 但袁隆平先生并没有就此满足 他说在三系法和二系法之外 还应该有一个一系法 就是把这个杂交水稻的优质基因 保留下来 不再需要育种 农民可以把上一年收获的粮食 直接种到地底当种子 袁隆平说他有两个梦想 第一个叫河下乘凉梦 就是在扫帚一样大的水稻底下乘凉 第二个叫杂交水稻走向全球梦 实际上中国的杂交水稻已经走向了世界 在1982年的时候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 会议的主席印度的农业部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 带着袁隆平走上主席台 在背后有一个条符 上面写着欢迎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我们不应该忘记袁隆平 他是通往杂交水稻道道路上的先锋和骑手 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李毙胡 袁隆安 谢华安以及石鸣松 他们同样是帮助我们战胜饥 这场战斗中的伟大战士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诺老师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